湾仔警察总部收到寄给警务署署长邓炳强的邮件 里面有爆炸装置,没有人受伤 警方说这类手法在以往恐怖袭击里面不时都会用 目标是令到收信人严重受伤 早上10点多,湾仔警察总部收到一个写上寄给警务署署长的邮件 当时处理的人员闻到有强烈意言密气味 通知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 之后确认是一个可以局部运作的爆炸装置 并且即时停止它的运作 警方说以油检方式的出炸弹 在以往恐怖袭击里面不时使用 这类的方式有针对性 意图令到收信人严重受伤 这器材并不是很大 它不需要很大 它有一个死亡,一个目标 一个人 who opens the package 他们站在一至两岁离 他们在手中持着 the package 在手中持着 the package in their hands that means a device like this is targeting the person's eyes the person's face, the person's hands it is looking to cause injuries to the victim 警方批评行为是公然挑战执牌机关 由于爆炸装置一般都非常不稳定 甚至在运送途中会发生爆炸 相及一些无辜的市民 这种极不负责 罔顾他人 甚至公然挑战执牌机关的行为 我们予以严厉的谴责 至于爆炸品的成份 警方说已经交由化验所化验 又说不排除和早前多宗 警方收到白色粉末的信件案有关 会全力执控 好心连事记者在流传浴不道